大家好 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 今天来到桃园的佳日花市 这是我第一次来 因为这一次刚好回国的时候住在桃园一天 所以就决定说来佳日花市看一看 那它的佳日花市还蛮有趣的 就是在高架桥的下方 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东西 比较有趣的是它是有点像是一个洞穴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那里面有一些兰花摊 然后有一些像多多植物 像这个是看起来就是仙人长类的 勤务触摸如果要的话去叫老板 蛮有趣的 那有一些官业 有一些仙人长类的 蛮有趣的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下面有什么东西 基本上这里看起来是只有假日在开 那我比较有兴趣是这里 有一些像这个也是仙人长类的 它有分成几个区 有些是仙人长 有些是多肉 然后呢兰花我后来总共逛一逛一下来以后 大概有四摊五摊左右 那有些还是有蛮多蒸奇种的 还蛮有趣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左边这个 这个是兰花摊 就有卖兰花 小吉子应该是因为颜色命名的关系吧 那简单的说就是蝴蝶兰 那这个应该比较算是市场型的蝴蝶兰 这边我比较少看到原生种型的蝴蝶兰 比较多的是这种市场型的蝴蝶兰为主 好 那它的大小花色 像这个是极色的 就是看起来像是那个橙色的颜色 然后呢你走走走绕过去呢 它每一个每一个区域绕过去以后呢 就会到另外一区来 所以还蛮特别的 我觉得这个设计是蛮有趣的 好 这个是一百块 其实还蛮便宜的 这个有点开到 开到比较晚的 就已经开满了 那这个可能回去撑不会很久 因为它有些已经开始凋谢了 不过有些像这个 这个刚开 这看起来刚开没多久 因为后面还带有一些花包 这应该就可以撑蛮久的时间 那满天红 好 这个是苹果 这个还蛮有名的 这个是青苹果系列 青苹果我觉得很耐 我之前有买过青苹果的这个蝴蝶兰 它的花期是蛮久的 相对而言比较久很多 我觉得它是比较耐的品种之一 那后面还带有一些些的 其他的蝴蝶兰 好 那这个呢 大部分都市场型的蝴蝶兰为主 那当然量很多 像这种花色形态其实还蛮多的 好 我们来继续看一下这里有什么 这里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应该是18磅系列 或者是交配种的18磅 这种枝条比较粗的就不是天工 大部分是18磅 或者是其他的个体 那像右下方这一个呢 这个是18磅的泼墨的版本 那开起来会是泼墨的 有一阵子这种个体很贵 现在看起来应该会比较平价化一些的 现在比较多了 因为18磅并不是一种很难养的兰花 好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我觉得蛮有趣 有一摊专门卖百合的 我就看到很多的百合系列 还有很多的球晶系列 这个我是觉得还蛮有趣的 因为在其他地方我从来没看过 这一类型的摊位 专门卖百合的 像这个是百合 或是石蒜类的 那比较有趣的是它卖的是球晶 所以呢你回去呢 就是把它种在那个培养土里面 它就会长出来 那长完以后大概在 这些百合类可能会大概在过年左右 过年前左右开花 那基本上它店家的教法是 你买这个球晶回去呢 用培养土种 那盖过它的那个芽 盖过它的芽 然后呢 将把它全部浇湿 那浇湿了以后呢 好像这个 这个就全部在卖球晶了 我觉得非常有趣 就是我们在用的台亚有没有 它一个一个放球晶 那这种球晶呢 回去以后呢 就是把它埋到土里头去 然后呢 基本上就等它长芽啦 这个是蛮有趣的现象 我觉得还蛮值得期待的 后来我妈买了两个回去啦 蛮值得期待后来会长出什么 有重扮型的百合 就是不是只有单扮的 那有很多种 都是不同种的品种的百合个体 我很少看到专门卖球晶的 这是重扮型的 那它开的花呢 是很多扮型的百合 跟我们外面所看到的百合 不太一样 我们通常看到百合呢都是单扮型的 就是一个一个花瓣 那这里都有分那个多扮型的 跟重扮型的 那像这个 这个是重扮型的百合 看起来有没有像是玫瑰花 或山茶花的感觉 就不太像那个百合系列 开起来还蛮有趣的 所以后来就买了几颗 买个两个球晶回去玩 那希望明年可以长出小百合出来 那像是还有其他品种 都是球晶类的 都是带有小牙的 那这个是在重的时候 就是把它用培养土把它埋进去 然后施肥 我看它所卖的肥料是 我最怕的好康多 好康多好像是三号还是几号 那那个是领甲比较重的 因为它的蛋银甲比较适合开花 那你可以看它每一个球晶都长这样子 很可爱小小的 那这个就是它的头朝上 然后种下去 然后它到时候就会长根长叶 然后到明年的过年左右就会开花 你看这个很可爱 这个是它的牙 那下面是它的根 反正就这样种法就对了 那用培养土种 那基本上就是算是蛮有趣的一种品种 而且重点我还是没有在其他地方看过这个东西 因为没有看过人家在专门卖球晶的 这个是比较特别的 好 这个一样是蝴蝶兰 那大概就是花式的比较多 大概可以看到都是花式形态的蝴蝶兰比较多 那少部分有这边 这边走过来的时候有看到一个 蜘蛛兰系列的兰花 那像一些汤匙兰之类的 在这里 那有几个品系 那还蛮多的 那下面有一些什么捕蝴草 梨藻之类的 毛钻台之类的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呢 因为它里头有写 请勿拍摄 那我就不往里头走了 大概外面闲晃一下 是长成这样子 那它有掉了一批的 算是真几种的兰花在那一区 比较偏远生种像蜘蛛兰 像是那一类型的 好大概是这个地方 那它里有卖一些其他的 像这个空气凤梨之类的 好这个比较有趣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很久很久没看到了 这个是蜂莲蝦 蜂莲蝦 以前我在养鱼的时候 大量养鱼的时候 是有孵过蜂莲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孵过这个东西 只要一些些的盐 然后加上虾卵 它就孵了出来对不对 但是你把它放着很久以后 大概可能半个月一个月以后 它就出现这种大只的蜂莲蝦 以前也有在卖 那这种蜂莲蝦呢 以前是拿来喂鱼的 对很大只 那鱼很爱去追它 那它拖很多次壳才会变成这样 好像二十几次吧 那非常可爱就游来游去 以前常常养这个东西 你只要用一个盐水 然后一直打气 然后里头丢那个蜂莲蝦卵 那不要理它 就一直打气 最后就只剩下几只这种大型的蜂莲蝦 其他都被干掉了 因为它会把其他吃掉 那以前也有养过 养到大只 比较少人家看到大只的啦 大部分都看到很迷你的 好 最后呢 这一区就长成这样子 中间有一个大型的走道 左右各有像是卖东西的地方 它其实是花式结合当地的市集 所以呢 这一头还蛮多市集的东西的 那基本上呢 草花围居多 偶尔会有几摊的兰花摊 那我觉得逛起来还蛮舒服的 但是而且它附近有卖很多次 像我们有买一些水果回去 好 有机会的话 如果你在桃围附近 你也可以来晃一晃这个小小的花式 我觉得还蛮可爱 而且它都是在那个天桥的寒冻下面 但是比较少看到一些原生种的兰花 大部分都是市场花围居多 好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频道 请记得订阅跟分享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